省小钱靠记账 赚大钱靠投资 拥有财富才有自由 理财生活课 今天我们想要来跟大家聊聊 就是逻辑这件事情 因为好哥先前也出了一本书 叫做《赢在逻辑思考力》 我就很好奇想要来请教好哥 逻辑是什么 因为很多人在想说 这个人讲话没有逻辑 这个人讲话很有逻辑 这个人做事很有逻辑 那到底逻辑是什么 其实很多人基本上都把逻辑 当成是非AGB非QGP 这种就是我们一般想象当中的 是什么就应该是什么 但是回过头来 当我们每一次在说 别人没有逻辑的时候 或者自己说自己 可能没有逻辑的时候 其实我们回头想一想 他想要表达的意涵是什么 认真思考的话 他表达的意涵应该是 他说的我不是很清楚 或者是我说的他不是很清楚 所谓的逻辑 当我们理解彼此 想要表达的事情是什么的时候 我们就会说彼此双方的逻辑 互通了 这个其实是一个简单的过程 那如果是这样的一个定义的话 就回到好哥在我这本书里面 第一个首要标题 是已经在逻辑思考力 第二个副标题 它写的是 就是玩一场扩张边界的游戏 但我真正想提的是 第三个副标题 小小的一个副标题 放在下面 这是我那时候跟出版社 特别要求说 希望能够放在下面 因为我们太把逻辑 这两个字当成是一个专用名词 再去看待了 那我把这个第三句话呢 特别放在下面 我说什么叫做逻辑 思考 它真正的本质是一个 互相理解的过程 因为当如果你说的 我听不懂 或我说的你听不懂的时候 先不要讲逻辑是什么东西 我都听不懂你讲的是什么 或你不理解我讲了什么 我就没有办法反馈 我就没有办法沟通 所以通常在这种情况之下呢 我们都不会说 我不懂你说什么 我们最常跟别人分享的是 哎呀 我觉得他说话没有逻辑 或者是说 哎呀 我说的东西没有逻辑 但大家认真想想看 我们每一次在说话的过程里面 有谁会刻意说 自己觉得没有逻辑的话 不会 只是你说出来的话呢 听在别人耳朵当中的时候 他没有办法去把它转译 或者是他没有办法 我们讲说就像这个 任何的电话 他都需要转码 概念是一样的 我听你讲的话 我不理解的时候 有两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 就是你说的太深 你说的太深了 已经超出我的认知范围了 所以我必须呢 去透过我持续不断的学习 这就是我讲的 扩张边界的概念 让我的思考模式 跟你在同一个水平的时候 你说的我才听得懂嘛 别人说的话 我听不懂的时候 我要提高我的知识水平 提高我的认知水平 我才能让我跟你之间的认知 是在同样的情况之下 我们就有所谓的共同逻辑了 第二个呢 刚好颠倒 我呢 要跟别人说话的时候 别人如果懂得没有我多 那我要怎么样 才能够让他听得懂我说的话呢 那我要贴心一点啊 什么叫做贴心 我要试着去理解 他用什么样的角度 才能够听得懂 我就要让比较普通 或白话的方式呢 说给他听 其实这样的一个概念啊 就是我常常推荐了一本书 叫做别闹的费曼先生 别闹的费曼先生 是我年轻的时候 非常喜欢看一本书 那他自己本身是一个诺贝尔的物理学长得主 物理基本上是非常难懂的 又是诺贝尔讲的物理学长得主 就是难懂中的学霸 可是你在看他的书的时候 你会发觉非常舒服 为什么呢 他会用很简白 而且周遭生活的各种不同案例啊 让你理解到物理的美 然后让你理解到物理呢 在深奥的过程当中 是怎么样跟我们这个生活去连结的 后来费曼啊 这样的一种方式 他自己用了一个解说 他说如果你学了任何不同的知识 学了各种不同的学问 你没有办法说给一个12岁小孩听懂的话 他说你就还没有掌握这门学科的精髓 就是你懂得再多 但是你没有办法把这些深奥的学问 说给一个12岁小孩听懂 他的意思就是 你要回到生活的本身 你要让别人能够理解 你们彼此之间呢 才有对话 才有回馈 才代表你真正已经理解了 这门学科的精髓 所以后来这个费曼啊 他的这一段啊 也被人家称之为费曼学习法 也就是你学得再多 学得再深 你还是要落地 我们讲接地气嘛 要说给别人听得懂 别人一旦听懂的时候 你们彼此沟通 就有相同的逻辑了 所以回过头来 我们看刚才这两个 不同的这个概念啊 就是如果别人说得太深 我不理解的话 我要提升自己的能力 让我能够达到 跟他一模一样认知的维度 那我们彼此之间 就有相同逻辑了 那颠倒过来 如果别人知道的 没有我深 那我要试着用比较浅白 用比较接地气的方式 让他能够理解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呢 我的逻辑跟他逻辑 在同一个频率的时候 我们彼此就能够互相对话 互相沟通了 有发现 说到底的话 逻辑啊 是什么样的一个定义呢 除了让彼此理解之外 我在书里面还特别强调 我说逻辑基本上 是一种宽容 是一种慈悲 因为宽容跟慈悲 真正的目的 就是要相互理解 你不会完全在自我为中心 回过头来 很多人都说 他逻辑不好 他不懂逻辑 可是问题是 你要不要跟他沟通 你要理解的话 你就要试着 用彼此双方 能够对平的方式 让双方都能够懂 那如果连问题 都描述不清楚 或听不懂别人的问题的话 你彼此之间 你就没有办法 去定义问题 所以我们首先 要定义问题的话 双方之间 一定要在同一个认知上面 我们才能够 共同解决问题 所以真正的逻辑呢 从来不是非A及B 或非B及A的问题而已 而是怎么样 让我们彼此 都在同样了解的 认知程度情况之下 才可以共同去面对 我们想要解决的问题 去沟通 我们两个想要达到的目的 我最常听到 《罗吉》这本书的内容 是来自于 麦肯锡的金字塔原理 那当初也刚刚好 好个有幸 在大陆的时候 跟麦肯锡的顾问工作 将近五年的时间 其实他们的这个运作模式 就是好哥刚刚讲的 一方面提升自己的能力 让自己跟得上别人的逻辑 二方面呢 他们试着 要把所有坚深的东西 能够变成大白话 说给别人的听得懂 要不然顾问的话 面对这么样 来自于四面八方的产业 不同认知范围的人 顾问总不能说 他的客户全都没逻辑吧 是吧 其实我觉得好哥讲的 非常的有道理 就像我们在做节目一样啊 我们可能会访问 各领域的专家 各领域的翘楚 可是他们都有专业的行话 我们如果没有把 这些专业的行话 转化成民众听得懂的语言 其实对他们来说 他们还是听不懂啊 还是一心半解啊 所以我们在学 传播的过程当中啊 老师会一直告诉我们 你要写到 让国中生 让小学生 都有办法听得懂 都有办法看得懂的状态 我们假设去学一个 不是我们的专业 我们可能也只有 那样的程度啊 因为我们的路门槛 没有那么的高 所以我们没办法 那么快的理解 刚听到好哥的分享啊 就会让我想到说 其实我们可以用 更简单的方式 更生活化的方式 让民众呢 可以很清楚的 去接触到 所谓的逻辑 所谓的专业 没错 我们常讲说 接地气 接地气 听起来好像是 不是很高大上的东西 但是就像我以前 听到一句广告台词 我非常喜欢 就科技始终来自于人性 所有的这个科技呢 始终源自于生活 对啊 因为不管说 你是再怎么样的一个 让时代的进步 它都是应该帮助我们生活 能过得越好 才是真正的目的嘛 既然是源自于生活的话 你就要试着去跟生活连结 那跟生活连结的话 总要让我懂啊 所以包含我在讲说 沟通的时候 我说沟通从来不是说 你想要说的话 你要试着说 别人能够听得懂的话 你要让别人 能够听得懂的话 这种情况之下 我们才有共同的逻辑嘛 所以以后 大家每一次在说 别人没有逻辑 或自己没有逻辑的时候 其实不要觉得太沮丧 因为你真的目的呢 从来不是执着 在逻辑这两次上面 而是要什么样的方式 让彼此能够理解 它既是一种宽容 也是一种慈悲 不仅是对别人 也是对自己 我觉得这才是 我们在聊逻辑这两个字啊 比较深层的一个意义 我觉得有一些广告台词 就写得非常的棒 所以它到现在 都会让你印象非常深刻 比方说 没事多喝水 多喝水没事 看起来好像没有逻辑 可是实际上呢 它是需要经过脑力激荡出来 用很浅白的字 去提醒你要喝水这件事 对 其实像刚才原说这个概念啊 我记得那个时候 我听了华语华 华语华是大陆 非常著名的广告公司 它创办的是两个 一个是哥哥华山 另外弟弟是华南 它说越简单的东西 越深入人心的东西 坦白讲 越容易让别人记住 让别人记得住 就像我在这本书里面讲 让别人记得住 你才会拿来用 拿来用才会有用 我们正在学逻辑的过程里面的话 其实真正的重点 是要让我们在生活能够变得很好 所以如果你讲一堆高大上的东西 第一个听不懂 第二个记不住 它就不能帮助我们 把我们的知识 跟我们的能力往上提升 意义就不是很大 回过头来 没事多喝水 多喝水没事 它就让你记得住 记得住什么 记得住你多喝水会没事 但你没事空的时候 记得要多喝水 它除了让你去养成习惯这件事情 就没事要多喝水 也告诉你这个习惯 会有什么目的 多喝水会没事 这个就是在广告上面 让别人记得住的一个非常精简 又接地气的逻辑 还有那个一天一苹果 医生远离我 我觉得那个也蛮厉害的 是吧 我们那时候除了听到华与华 华山和这个华南 在做广告的过程当中 非常多的精辟的广告之外 他有一句话 我也觉得非常有道理 提供给大家做参考 就像我们常讲口碑口碑 他说什么叫做口碑 就是把你嘴巴讲的话 就像碑文一样让大家能够持续不断的传送跟记住 所以他说真正的口碑 就是用一句话让客户说出你的好 你看一句话让客户说出你的好 其实包含三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就是口碑不是你自个儿说的 要客户说的 那说的东西一定不能是坏的 是坏的话就不是口碑了 真正的关键是最前面那一个字 最前面那一小段 就是用一句话 不能太多 你太多话别人记不住 记不住它就不能传送 记不住就不能传播 记不住就不能形成我们讲口 这个嘴巴口碑 所以像这样的一个概念 看起来算很简单的一句话 但它底层逻辑是非常非常深厚的 所以未来大家在讲逻辑这两个字的时候 可以试着思考一下 让别人能够理解 又能够让别人在理解的过程当中 能够帮你转述 一方面可以大幅降低沟通的成本 又可以让你基本上在沟通的过程当中 除了自己之外 让大家都知道 这才是逻辑在我们学习的过程当中 非常好的一个本质 可是在逻辑思考的过程当中 我们常常都会预设立场 或者是预设下一步 但如果跟我们的预期不一样的时候 我们就觉得 它是不是跟我唱反调 是不是会有这样的心态 很正常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好哥在这本书里面 特别讲扩张边界 尤其有两句话提供给大家做参考 这就是心态的问题了 不一样未必唱反调 不一样只是不一样 因为所有的逻辑 基本上当你懂得越多 你的认知才会越来越挂 而懂得越多就源自于说 你从原来的认知 会扩展到更多不同的认知 那既然是不同就是不一样 所以当你有这样的一个看法的时候 把每一次的不一样 把每一次的不同 甚至每一次的不知道 都当成是 好哥在书里面特别讲到的好骄傲 你会很开心的 知道我不知道是知道的开始 那这种情况之下 你本身逻辑就不一样了 你会把理解或不知道这件事情 当成是持续不断的成长 那好哥最后一句话跟大家分享 其实这些老早的智慧 都在我们的祖先的经典里面 都呈现过了 有一句话就叫做 学然后知不足 你持续不断的学 你就会看到更多的不知道 然后你知道自己的不足 那这种情况之下 你怎么会觉得 你自己的不知道 或别人跟你的意见不一样 是畅反调的 不会 你只会把它当成是持续不断 扩张自己的认知边界 和能力的开始 如此而已 所以如果我们觉得 别人的观点跟我们不一样的时候 我们可以试图多问一下 然后让这一个观点 更完全的去沟通 对 没错 我觉得这样子视野也就不同了 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价值观嘛 就像我们遇到的生活的各种选择 都是一样的 每个人的喜好本来就不同 是来自于他的生活 跟他的养成习惯 那我们应该要去尊重每一个选择 所以逻辑不同的时候 我们也应该要去多听不一样的声音 没错 因为当你有更多的选择的时候 你才有机会找到更好的选择 当你知道的东西越多的时候 你才能够在众多的好的东西当中 去选一个更好的 这才是一个好的逻辑 因为天下从来没有一个固定的逻辑 只有当你知道的越多 你才会有更好的认知 更好的选择 如此而已 所以我在这本书当中 我非常喜欢好哥写的一句话 好哥说 扩张思考力 能够增加人生的各种可能 所以我们只要愿意去问 愿意去倾听 我们就会有各种的可能性 哇 没错 人生太美好了 没错 不要执着在结论 真正去在结论的背后 去理解别人 或者是各个不同的角度跟观点 我们人生就有更多的可能性 就有更多美好的预见 多出来的可能性跟选择权 不仅利人也利己 那今天非常高兴邀请到了好哥 来跟我们分享 逻辑思考这件事情 谢谢好哥 谢谢 谢谢志源 拜拜